大家好 歡迎收看週二的贏家攻略 我是維國慶 今天台股就是一句話 叫做繼續跌 各位這台股真的是 我想最近一陣子 如果說你看美股 四大指數 都已經紛紛的佔上月線 可能很多人 很多台股的投資人想說奇怪了 當美股都能夠 四大指數都能夠佔上月線 台股在這個地方到今天 其實今天的加權指數 又破了今年以來的新低 不但破新低 而且還跌破了一個數字 哪一個數字12682 12682就是民國79年 那一波多頭的最高點 各位 這一次加權指數 從去年過了 12682之後 一路往上穿到18600 那台股等於在 在創歷史新高 到今年初的時候 全台灣股市歡聲雷動 好厲害 不但過了12682 還來到18600 但是轉眼之間 不過大概10個月的時間 那加權指數 又重新跌破了12682 各位這個東西 真的讓人不慎感慨 尤其這個 如果說你在股市 有差不多已經35年以上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本身要是 當時在民國79年的時候 你就已經進入股市 在做股票 那這個12682 對你來講是非常有感 不過當然如果說 你是最近財經股市的話 可能12682 可能你沒有感覺了 但是對於像股市老手來講 因為我民國76年 我就開始在 開始做股票 在台灣就進入股市了 那76年進台股 然後79年 就台股最高點12682 然後這就跌到2485去了 所以呢 這個看今天盤中 看這個指數跌破12682 這個有點 真的不慎感慨的那種感覺了 好吧 所以台股非常的弱勢 不過當然 這個台股的弱勢 其實已經不只是 就是這個股市本身的問題 你說這個 你說今年空投市場嗎 說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畢竟美股 這個四大指數 最近反彈已經 彈上月線去了 那可是為什麼 這個台股今天還在創新低呢 當然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單純的股市的問題 這個已經 甚至已經跟政治 都已經掛上邊了 就像這個 因為這個 因為中國這個習近平 這個人馬全部接班 那因為他是 就是被台 就是因為他被這個 全世界認為是非常好戰的這一派了 那所以當然這個 大家會覺得這個台海 好像這個未來的壓力 越來越大 這是造成 這是造成為什麼這個 台股這個跌不停 而且重點是台幣 各位你知道 其實這個台幣到今天 還在這個扁新低對吧 可是美元指數已經好一陣子 已經沒有過高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講 目前台股的問題 已經不單 目前台股的問題 已經不單是台股本身的問題 你看 到今天 到今天這個台幣匯率 還在扁新低 還在破新低 可是美元指數 其實已經一陣子 沒有這個再去創高了 甚至呢 這個 10月份 你看這個 因為這個是月K線 所以你看 其實整個10月份來講 其實目前這個美元指數 剛好是落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也就是說離這個114以上 其實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就是說 能說這個到現在為止 美元並沒有去創新高 所以目前台幣還在扁新低 那當然就是 我說這個東西可能 跟這個政治因素比較 就有關係了 這已經不是單純這個股市 也不是只是從這個經濟層面 來看這個問題了 那所以當然在這個地方 那台股的這個 你從台幣匯率繼續扁 就看得出來 就是說不管是外資也好 甚至 但是恐怕這個台灣本身的 這個內資啊 都在這個地方 這個錢不斷的在往外 在往外匯 在往外面 在這個 所以呢這個造成這個 台幣匯率就繼續扁 那當然台幣匯率持續扁的話 那當然呢 對台股來講的話 這個賣壓就始終 就這個 不斷的不斷的 就是有賣壓出來就對了 所以到了今天呢 等於台股又破了一個新低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昨天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我說這個台股真的是沒救了 不要說沒救了 這個講得有點悲觀了 只是說 最起碼來講 當這個美股四大指數 已經都上了月線的時候 那台股在這個地方 連五日線 十日線都站不上去 這是到昨天受盤 所以這個來股 台股呢 算是相當的弱勢 所以我在這裡面 是很多相關的 很多的因素在裡面 好吧 那當今天這個 加權指數呢 持續在這個創新低 而且這個成交量 今天又開始這個 微幅放大的時候呢 代表在這個地方 這個賣 我就講我這個目前來講 這個賣壓始終是很沉重了 那所以這個還是一句話 如果說你手上的股票太多的話 那你就自己想辦法去控制風險吧 因為到了今天才在看空 實在也不知道該怎麼 該這個東西 實在是太慢了 只能這樣講 好吧 所以就說這個 這個 在這些利空因素沒有辦法 這個消失之前的話呢 尤其目前在心裡面 其實目前台股說真的 這個目前這個不斷的 這個賣壓涌現呢 其實跟心裡面是比較有關係 就是因為各種這種 政經因素的關係 造成這個心裡面這個 大家非常 就是看空的意味 非常的濃厚就對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要特別特別 你要留意一下 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 當然 其實今天的加權指數跌了190點 其實跟意思股票的重挫也是有關係 今天台積電又是大跌對吧 已經跌到370塊錢附進去了 其實我相信當今天台積電已經跌到300 已經跌到371塊這個地方 已經又創了 對他的股價又創了今年以來的新低了 那我相信這個 當今天台積電股價走到這個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也真的是 心裡面很難過了對不對 尤其這個從去年以來 這個台積電被當成所謂的存股 組的這個存股標的 那所以今年以來一路 很多這個投資人呢 還在這個買台積電 買到今天真的是 親和以堪 不過當然各位你知道 在股市裡面其實有一句話 就說這個做股票這件事情 反是就是 唯有這個領先市場 就說你任何的股票的漲跌 大盤的漲跌 你唯有領先市場 能夠預先看得出來 那你唯有做到這一點呢 你在股市裡面 才叫做所謂的贏家 各位股市的贏家 說真的 什麼叫做定義股市贏家 很簡單 不管大盤漲 不管大盤跌 不管各股漲各股跌 你要能夠領先市場 去看出這些商品的漲跌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子的方法 或是你有這樣子的經驗 那你一定是股市20%的贏家 但如果說你真的 要是你自己要是 實在是你沒有辦法 領先市場去看出這個漲跌的話 那大概總是你做股票 只要不要說慢個半拍 你慢個一兩拍 來講的話 其實來講都蠻辛苦的 那這個台積電 我想最近台積電的利空 算是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其實你看 從這個可以說到今年 上半年為止 大概到差不多6月份 7月份 其實報紙打開來 只要有關於台積電的報導 基本上都還是利多 但是最近這一個多月以來 台積電的利空消息 還陸陸續續開始傳出來了 譬如說它的先進製程 譬如說什麼7奈米5奈米 這個設備利用率其實有在降低 它的這些先進的生產線 有這個就是利用率在降低 這個事情其實大概一個多月前 就已經有傳出來了 那當然台積電本身不承認 不否認 但是問題有這樣子的消息 就不是空穴來風了 那如果說連先進製程都有這個 設備利用率都有降低的這個情況 或是閒置的情況 那當然代表說已經就有問題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是說這個 其實在上一次台積電 這個在法術會的時候 他也特別講出 就是說它的這個 今年的那個資本支出 這個會比目標大概降個百分之二三十 我想這個事情是大家都 這個台積電自己也講了這件事情 所以關於資本支出的這個降低 我想這個市場都知道 你應該也知道 那當時微微信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糟糕 因為這個通常來講 對像台積電這種 所謂的資本密集的這種產業 或是這種高科技的產業 這個資本支出的減少 其實就是大白話告訴你說 哇未來一段時間恐怕看保守了 那這個來講 對於一個所謂的成長性的股票 當然就是個利空 而且這算是一個比較中期性的利空 那甚至再來到了今天 還有一個今天 我不曉得今天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台積電 一個消息就是 台積電的這個公司的高層 甚至鼓勵員工去休假 各位這個東西看起來 真的看得有點毛毛的 因為這個鼓勵員工去休假這件事情 哇這個 那顯然就代表說 台積電的這個生產線 不管是先進製程 或是這個成熟製程這一塊 確實這個 確實遇到了這個 恐怕遇到了一些這個問題 因為你看從之前這個 先進製程這個利用率的降低 到現在這個鼓勵員工去休假 那這個一連串的東西 都看出來可能未來的時期台積電 這個整個產能的利用率 可能是有下降的情況 那將來反映到這個營收 或是獲利的話就有問題 所以這造成今天台積電的股價 這個重挫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不過各位話講回來了 你說到了今天 台積電已經跌到370塊這個附近 你才開始看空台積電 實在真的也是太慢了對不對 那真的是太慢 各位其實今年早早在這個 600多塊這個地方 當時我就跟你講 我說注意喔 因為當時我就說 今年其實到300年為止 台積電的只要報紙一打開來 都還是利多消息 但是當時我就跟你講 我說可是這個台積電 在620這個附近 在我的大幅線系統 其實已經出現波段邁訊 各位你看620那個附近 那已經算是非常上面的位置了 對不對 不管當時你是有台積電也好 或是你是剛買台積電也好 如果當時你已經擁有微波性的大幅線系統 你看到台積電在620這個附近 竟然出現波段邁訊 那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不管我想你手上有台積電 不管是賺還是小賠或是怎麼樣 你起碼先賣一趟吧 各位你在600多塊錢去賣台積電 到今天這台積電已經 不要說腰斬吧 起碼跌了快40% 到了今天才看到這種數字 很多人是欲哭無淚喔 但如果說當時你已經跟上了微波性 你是我的會員 你用大幅線系統 這個數字一出來的時候 你看整個這一段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各位股市對不對 我有講嗎 股市一句話 知買知賣百戰百勝 這句話你一定聽過 但是你聽過這句話 對於你來講是沒有用的對不對 因為這句話說穿的只是個形容詞而已 對講這種話大家都會講 什麼低買高賣 什麼什麼逢低買進逢高賣出 這些話大家都會講 但當時講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台股2000多支股票 重點是每一支股票它的波段起跌在什麼地方 或是起漲在什麼地方 哪裡又會開始跌 你需要的是實際上 你必須要有一套方法 或是一個指標來明確的告訴你 明確的告訴你 明確的告訴你 這支股票到底在什麼地方 你該進該出對不對 這才能夠真正讓你在股市長長久久成為一個真正的贏家 所以你看 所以當時老早就跟你講說 台股620有波段賣訊 之後就開始 當時後來跌到600塊這個附近 哇市場上還一片看得好 說600塊錢好便宜啊 趕快進去買 對不對 之後就一路上 600塊便宜 550也便宜 500更便宜 跌到500塊錢2號便宜 到現在300多 便不便宜 很便宜 但是很便宜又怎麼樣 便宜它繼續跌 所以各位 這我說真的 今天我有一個請 在這個地方 我是在很感慨就是說 如果你早早當時有看贏家攻略 或是我就最簡單講 你是我的會員 你擁有我的大幅線系統 我在股市裡面真的 這個 之所進退 之買之賣 之所進退 領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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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說這個地方 我股票我該進該出 這個是所謂的股市贏家 這是唯一的方法了 對不對 而且當時 台積電在跌破620之後 不但大幅線有賣訊 甚至後來在跌的過程當中 我都跟你講 我說台積電 這個股價 恐怕中長期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一般台灣的投資人 看台積電都是算數的本益比 台積電EPS多少 本益比多少 看起來好像不錯 可是我老老就跟大家講 我說外資看台積電 它的這個股價模式 不是看什麼本益比 是看跟美國 10年級公債殖利率來比 對不對 所以後來一路上 我都跟你講 我說小心 為什麼台積電的股價 最高能夠來到688 因為這個絕對跟當時 美國10年債 尤其10年債的殖利率 當時已經跌到只有0.5 這個附近 等於幾乎說 你去買 你去 你去這個借錢給別人 這個就是說你借錢給別人 借10年 你每年拿的利息0.5% 如果你身上有一筆錢 你借給別人10年 你的拿回來的利息0.幾% 你要嗎 你絕對不要 那你一定會去找 對不對 投資報酬率更高的標的 所以當時也是 這個利率一直在跌 所以外資一直買台積電 把台積電買到688塊去 但是就從之後 這個利率開始反轉之後 一路上來 各位 其實這一個 我一直在講 這個東西才是台積電股價 最大的殺傷來源 在這個地方 甚至我老老都跟你算過 我說 當時在這裡我跟你算 我說各位你看 當時 因為美債最低跌到0.6% 以台積電 目前大概就是 每一季配2.75 大概就是4季 就是一年 配11塊現金股利 我說你來算 所以 公債殖利率跟上 這個股票殖利率兩個來比 看哪個比較 報酬率比較高 所以當時 你看 來到688 以11塊錢來算的話 台積電的股票的殖利率 還有1.6% 可是當時 美國實際上公債只有0.6% 這是為什麼外資 寧可買台積電 也不要去買美國公債 因為買了幾乎 等於是把錢送給別人而已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可是當後來 美國公債殖利率開始上來以後 那完全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所以我很少跟你算 我說來 我說你注意看 不要說這個 什麼4% 我說就算3.5%好了 如果說這個 以3.5%來算的話 這個台積電股價 而且如果它還是 一年發11塊的股息來講的話 這個 如果說這個股票殖利率 也要來到3.5%的話 它的股價必須跌到這個地方 各位這個數字 我很早很早很早就跟大家講 我說你 那恐怕要跌到3字頭 但是各位當時台積電的股價 在這個地方 還在差不多500多塊錢那個地方 各位當時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我 甚至很多人在圈頭說 老師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說台積電呢 哇你是個大空頭喔 你在那邊亂講一通啊 怎麼台積怎麼可能會跌到300多塊呢 喔老師你不要在那邊 好像那危言聳聽啊怎麼樣 真的有人在圈頭還這樣子說呢 可是各位我說好吧 我說這個 反正喔 我用這個股價模式我算給你聽 你聽進去也好 你不聽也好 你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沒有關係 對不對 反正到最後到最後 股價走到哪邊去 就來證明看誰的眼光真的是正確的 那各位 當今天台積電已經來到370塊這個附近 你看看 我多早以前跟你講 我說啊 如果說以這個3.5%之地算的話 好 都來到這個地方 各位 到今天已經三日頭了 好 那微博信有沒有早早已經 有沒有早要警告大家 早都講過了 所以不單從我的大附線系統 620就是個波段邁訊 我早早跟你講 我說這個東西 如果10年代一直往上去的話 那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甚至 如果說以目前的這個已經 10年代已經跑到4%以上去的話 各位你看 如果說要再去比的話 糟糕了 會是這個 會是跑到這個數字去 不過 但是我這個前一陣子我也講 我說 基本上因為這個4% 因為這個 畢竟這個美國現在是4% 它不是一個常態 它是因為這一陣子 因為美國一直在升息 所以它這個再跑到這個4%去 但是就長期來看的話 4%以上 就如同當時跌到0.6%一樣 這個都是不正常 這都是不正常的這個水準 所以這個也不用去考慮到 什麼4%以上 但是基本上 3.5%這個地方 可能未來 起碼未來是未來一段時間 比較這個 對於這個來講的話 可能3.5%算是一個 一段時間的正常水準 不過當然 等到下一次這個 美國開始重新降息 或重新開始這個寬鬆貨幣之後 當然10年代 有可能從4%跌到 也許跌破3.5% 跌破3% 也許跌到2%1% 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未來的事情 反正這個什麼時候 非得重新去寬鬆貨幣 那這個10年代 這個殖利率 什麼時候重新往下跌 那這個當然就是對於 依然來講的話 就是往後一個利多 但是目前 起碼在目前的 這個 美國還在升息的 這個狀態裡面 那這個股票的下跌 那你就必須去忍受 它的股票的下跌 所以這是我所談的 我這東西 反正 因為這是個動態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說到是你的股票 你不賣 你不賣 那你就必須去忍受 那現階段它的下跌 你就必須 你要去受的 你就要去受得住 如果你受不住的話 那早早在有賣訊的時候 早早在有賣訊的時候 你趕快去把它賣一賣吧 那這樣子才叫做 快樂輕鬆的投資人 對不對 但是起碼 你到現在回頭一看 那我的大幅限制系統 有沒有早早的 甚至這一波 當這個不是 當在7月份到8月份嗎 當時台積電 不是從這個400多 有談到500多塊錢去嗎 那這一波也就是當時 那個帶領台股有沒有 當從7月中談到8月中 這一段就是台積電的這裡嘛 談到這一段 可是後來呢 在這個400 又做一個破端賣訊之後 哇就把一跌跌跌跌到現在 還跌到370千 一跌又跌了十幾塊錢去 一百多塊錢去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台積電今天創新低 好吧 所以各位 這東西啊 我從我頭來給你講這個例子 各位我是希望你能夠 你能夠這個體會得出來 我說各位在股市 各位 我說就是股市啊 什麼叫做贏家 在股市每個人都來說 想當贏家 但是我經常問 我經常提醒很多的投資人 我說嗯 贏家對 來股市你想賺錢 但是各位 我不是有句順口溜嗎 各位來股市啊 你是來看熱鬧的 還是來看門道的 你看得懂門道 你才賺得到 對不對 各位這個叫做看門道啊 嗯 一直股市哪里該買該買 就叫看門道 如果說哦 今天台股漲啊 今天台股跌 那就看熱鬧 那你說從台積電 對不對 當時我的大副線 能夠從620已經算出來 有波段賣訊 夠早了吧 各位夠早了吧 好 之後第二段在這邊開始 一直下到現在 所以我就講嘛 在股市裡面哦 內行人看門道 內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人哦 內行人看門道 看懂了嗎 哦 是個意思 所以呢 我想這個東西 其實大概台灣股市 也是為了我最早跟人家 我從這個美債這個殖利率啊 來跟你談台積電 從外資的 就是在外資的眼光 他們怎麼樣去看所謂的台積電 什麼叫做合理價位 所以為什麼外資台積電賣不停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各位你看到了今天啊 當台積電今天還在重挫的時候 反而聯電今天還小漲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這個差異性就很大了 好吧 好 那這東西你就注意一下吧 因為其實在昨天的節目上 我也跟你講了嘛 我說在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成熟制成這一塊啊 反而這個未來一段時間 就是因為 現在美國不是在這個 美國在大幅在擴大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限制這個所謂的這個 中國半導體的這個發展嘛 那因為種種的這些動作呢 都使得這個 這個其實對台積電來講 真的是殺傷力蠻大的 那但是對 但是因為這個 尤其在先進製程 因為這個目前美國卡中國卡 尤其在先進製程這一塊 是卡的很緊啊 所以這個其實過去一兩天 報紙上不是我給你講的 說那現在這個很多 中國的這些這個 IC設計的廠商 或者這個這個跟半導體有關的廠商 那他們就回頭去講說 那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利用這個成熟製程 來這個來取代先進製程 譬如說也許我這個 就是先進製程的一個晶片 就能夠解決的東西呢 那因為他們被卡在先進製程嘛 那回過頭來 那我用成熟製程 也許呢利用兩個三個五個 甚至更多的這個晶片 把它做成一個組合 或者所謂的堆疊有沒有 我再跟你談 什麼叫做晶片堆疊嗎 昨天不是跟你講的很清楚嗎 那所以反而就是說這個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反而好像在成熟製程這一塊 反而又變得比較有機會 這是為什麼今天聯電 反而還在小漲的原因 在這個地方 說這個股票的波動 其實來講真的多多少少 都有些聯動性存在 只是說這些 很多的這個產業的這個聯動性 到底你對這些產業的關聯性 你懂不懂了 差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絕大多數人 投資人做股票 基本上你對很多這個基本面 或是產業的聯動 其實你不見得懂 那所以這個做股票呢 這個怎麼樣能夠真正成為一個贏家 最快的方法就是 對啊 就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你不用知道基本面 你也不用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技術面 籌碼面 那個都不知道沒關係 但是就有一件事情 你非知道不可 那就是一支股票 哪裡可以買 哪裡該買 你只要知道這一件事情 其實也夠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啊 一支股票哪裡該買該賣 你怎麼知道 你用人老猜嗎 你靠感覺嗎 但是靠 但是利用為有限的大附線 那真的叫做輕輕鬆鬆 簡簡單單 對不對 這個 這麼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什麼地方就是破斷的起漲起跌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那你認為這樣做股票 有沒有夠輕鬆 能不能夠很快的趨吉避凶 所以各位 完顏五勞 完顏補勞為師不完 如果說你到 如果說你這個 不要說這個過去了 就是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台股這個大空頭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避開的話呢 那為國兄我奉獻你 你趕快過來跟上我 你起碼未來的長長久久 不管將來股市的多頭空頭 還要怎麼樣下去 反正 這個你跟上我 跟上我的大附線啊 對 起碼對不對 在股市趨吉避凶 那你的這個做股票 會做得輕輕鬆鬆 不但能賺錢 而且你的這個本啊 都守得住 這是關鍵所在 好吧 那當然 其實也不用說這個台積電 甚至各位 這個高利啊 有沒有 沒有這更是 從7月啊 可以說到這個10月初 真正台股 可以說是最強的股票之一嘛 如果說你看人家公立 有差不多兩個月 一到兩個月的話呢 那高利你超有感覺了 對不對 超有印象 那我的意思是說啊 不要說台積電的股價 根本這個當時從這個620 一路跟你跌下來 那甚至呢 就任何一支股票 從其實從7月到這個 可以說到10月初啊 這個高利啊 已經 這一波漲就漲得超過一倍 超過一倍 但是一樣嘛 對不對 你看任何一支標股 當它啊 這個處在 維國金融的大幅線的 這個買進階段呢 股價沒有跌破這個大幅線呢 它早 就早晚一直不斷的漲給你看 所以這個股價沒有跌破 大幅線 波段沒有結束 後面比有高點 股價沒有跌破 大幅線 波段沒有結束 後面比有高點 但是但是 一旦股價跌破了我的大幅線 出現了波段的賣出訊號 二話不說 趕快把這股票全部除掉 那各位 這台叫做趨級 叫做避凶 對不對 你看看各位 其實當時高利出現波段的賣出訊號 我也走著跟你講過了 你看到了今天的高利 對啊 股價 你看果然已經開始了 不斷不斷的在短線上 在創波段新低了 那各位 那有沒有證明維國金的大幅線 這個箭頭 對於你的股票操作 是多麼的重要 對不對 當時在這個高利在漲的過程當中 哇 我現在帶著會員不斷的進去 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 一直在那邊做高利 過去兩個月以來 我相信高利對你來講是超有印象的吧 那有沒有在證明給你看 但是一旦 出現波段賣出現的時候 趕快把獲利了結掉 趕快出場算 那各位 這樣做股票 那對不對 是不是輕輕鬆鬆 你自己去感覺一下 這樣是不是真的能夠讓股票 把股票做得很輕鬆 你不用管什麼基本面 就說明籌碼面 你只要知道一支股票 哪裡可以買哪裡該買 如此就好 對不對 那這東西抓住這一個了 其實你反而 才是一個股是一個真正的 千金索索的一個百戰百勝的高手贏家 對吧 好 而且其實 我也特別跟你講 我說各位 這個其實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過去 就算你對所謂的技術分析 你有去做研究好了 可是一般市面上 都是用所謂的移動平均線 來看所謂的支撐壓力 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你講 我說各位這個移動平均線 五日線十日線 月線近線半年線 先不要講年線 光是半年線以內就有五條 主要的移動平均線 問題是這麼多線 你怎麼知道哪一條 是關鍵的波段的高低點 對啊 你光看這個線 看他頭暈腦脹對不對 尤其我說這一次你看 當這個地方一二三 在我的大幅線出現波段賣去的時候 當時你以傳統的來看 剛好是打到月線這個地方 那一天打到月線之後 隔天還跟你往上做反彈 甚至還連彈了兩天 還往上談過兩天上去 所以很多人看到 當時月線沒跌破 隔天是一根大紅棒 我覺得很多人在這裡 你反而隔天一直跳進去 開始進去搶高利 但是各位看到了嗎 可是當天在這個地方 一二三是賣薰 所以你看股市不是有一句話嗎 這個新手套高點 老手套反彈 也就是說甚至連很多的老手 都搞不清楚這個地方 到底是要重啟一波 還是短線談完之後會跌下去 這種地方才是真正的 最多投資人搞不懂地方的 搞不懂到底這個地方 是要上去還是對不對 可是你看問題是有箭頭 在一二三這一天 根本就在這個地方 都已經出現了波段的賣出訊號 但你看到這個賣出訊號以後 後面這個地方你敢去亂搶嗎 所以各位反過來講對不對 當高利亞在這個地方 股價跌破了月線之後 連續五六天的時間 都站不上月線 如果當時如果說 在這個地方你有高利 我想在這個地方 你大概一定都出掉 可是你看當時在這個位置上 大幅線卻是清清楚知道說 這個地方 不過就是剛好是個短線低點 所以後面不是後面 跟你狂拉了四天上去嗎 而且他連續的漲停板 撞波段新高嗎 各位你看 一條到大幅線 能不能清清楚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 短線最好的買進位置所在 對不對 比比看 大幅線 跟移動平均線 哪一個更能夠引領你 去早早知道一個波段的買進 賣出以及 所謂的每一次在短線上的 關鍵的低點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好好的去體會 好好的去體會一下 大幅線對你的股票操作 是多麼的重要 多麼的簡單 多麼的明瞭 對吧 好 所以各位這些東西陸續來講 都是一樣 另外 昨天跟你講說 那個資源有沒有 今天果然有出現一個波段買進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給你做個預告 他今天下午要開法說會 那大家去注意一下 當時法說會到底說些什麼東西 好吧 好了各位因為時間關係 很多準備的資料我講不完 反正一句話 做股票 你要做波段還是做短線 大幅線全部一把抓 對不對 那這個 做股票 自賣自賣百戰百勝 當台積電今天 還在創波段新低的時候 回頭一看 如果你早早就有我的大幅線 跟上為國情 那做股票是多麼輕鬆愉快 多麼輕鬆 多麼愉快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另外因為時間關係 很多這個節目上很多東西 我講不完 所以更多的資料 我會放到我的群組上 所以你趕快掃瞄這個LINE 或者這個QR Code 加上微國性的群組 裡面有更多的資料 提供你做股票的參考 跟大盤的這個漲碟的分析 好不好 好了這個 跟上微國性 做股票做得輕輕鬆鬆 跟上大幅線做股票輕輕鬆鬆 好 祝大家做得順利 今天到此 謝謝各位 都陳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你請問 Ron